第三个问题里面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代心理学的门类 现代心理学的门类 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问题是现代心理学的八大主题 这是第二个问题 现代心理学的门类 那么现代心理学的门类 也就是我们现代心理学对各种不同的心理学的学科如何进行划分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可以基本上把它划分为两大块 一大块就是理论心理学 还有一大块是应用心理学 理论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 那么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理论心理学 我们看一下理论心理学 它有哪些不同的学科 那么理论心理学呢 如果大体上来看啊 简单的来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关于心理的理论方面 也就是从理论的这个角度 来对心理现象进行探讨和研究的 这样的一些学科呢 划分为十个门类 十个门类 那么这十个门类呢 就是普通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和动物心理学 好 我们来分别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普通心理学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这门心理学课 普通心理学呢 有时候也叫心理学概论 或者说心理学 心理学 那么它呢 可以说是心理学这个 整个的心理学学科的 一个概括性的 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学科 非常基础性的一个学科 是一个基础理论的心理学科 那么这门学科呢 也可以说是心理学的入门学科 就是所有的心理学 你要是选修其他的心理学学科的话 研究不同的心理学的 这个研究方向的话 那么都应该先修 普通心理学这门课 普通心理学呢 是入门学科 它呢 从内容上呢 主要要给大家介绍 心理学的目的 心理学的基本的理论 还有它的研究主题 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 这样的一些基本概念 以及它的这个基本的研究倾向吧 研究的这个进展 进展情况 就是心理学的进展情况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内容 这个呢 是关于研究不同的心理学领域的 不同主题的一个基础 那么它呢 也就是从理论上 找手啊 给大家介绍这个基本理论的 基本概念的 那么这是一个理论方面的学科 普通心理学 那么第二个门类呢 就是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那么发展心理学呢 呃 它的研究啊 主要是探究 个体 生命全程当中 生命的 这个身心的变化 和它的年龄关系 之间 年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 这样的一门学科 也就是我们刚才在介绍 这个第一个问题 八大主题的时候 就讲到个体的身心发展问题 那么身心发展呢 也就是说我们个体啊 从出生到死亡啊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生命全程过程当中 那么个体 他的这种年龄变化 和他的心理发展 之间的这种关系 就是属于发展心理学 研究的 研究的这个内容 比如说 在不同的年龄阶段 个体表现了什么样的 这样的一种 呃 心理状况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发展心理学 研究的过程啊 研究的内容 那么第三个 这个心理学的 呃 门类呢 是学习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 嗯 学习心理学 那么学习心理学呢 它主要是要探究 个体 它经由观察或者练习 比如说通过 我们给他设置的 不同的这种条件 不同的这种程序 然后个体呢 观察 或者练习 练习 观察完了以后呢 他们的行为啊 就可能发生了一些 比较持久的变化 比如说我们通过一种练习呢 我们形成了一种 固定的行为模式 或者说呢 我们通过了一种学习 通过了训练以后 我们形成了不同的这样的一种概念 就是和以前不一样的这种知识 这种概念 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是属于学习心理学所研究的这个内容 比如学生在学校里边是如何学习的 那么我们个体在社会生活当中 又是如何习得 如何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学习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 那么第四个能类呢 可以说是认知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 那么认知心理学呢 他们可以说是探讨这个个人啊 对周围世界如何进行知识获得 如何进行信息获得 如何又对这种获得的信息 进行加工 进行储存 然后必要的时候呢 进行提取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是属于认知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 那么认知心理学 我们在前面介绍认知心理学学科的时候 就已经讲过了 认知心理学它是一个新兴的学科 而且现在呢 可以说成为一个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学科 那么第五个门类呢 是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人格心理学 我们在前面讲这个 你看前面四个 普通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学习心理学 认知心理学 那么在讲这样的一些学科的时候 都是把这个个体 作为一种共性的一种个体 也就是说我们人呢 我们来研究它的一些共性特征 比如说人不同于动物的 还有这个人呢 他整个在研究 在发展过程当中 在和外界的环境进行适应的一个过程当中 它是如何进行心理变化 或者心理这个反应的 那么实际上 我们每一个个体 在和外界相互作用的时候 在我们个体进行发展的时候 我们都是因人而异的 也就是说我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色彩 有不同的这个特征 我们是和别人不一样的 是这样的一种特点 那么这种特点呢 它呢 就是属于人格心理学所探讨的问题 也就是我们个体的 每一个人的人格特征 和它的人格结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不同的人格特征 以及不同的人格这个结构呢 就是如何形成的 外界环境 怎么就导致了 它这样不同的人格状况和人格结构 那么它的遗传 它的生理方面的一些因素 是不是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起着一定的作用呢 那么这些内容呢 就是属于人格心理学所研究所探讨的这个内容 那么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呢 第六个呢是社会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第六个是属于社会心理学 那么社会心理学呢 它主要是要探讨个体如何受群体的影响 受他人的影响 就个体和个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么样的 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怎么样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 在这个研究主题的影响下呢 所形成的这个领域 这样的一个学科呢 就属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 那么第七个心理学的门类呢 是变态心理学 变态心理学呢 那么变态心理学呢 它呢是探讨行为异常的 这个不同的种类 行为异常的不同的这个类别 以及行为异常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有些人的行为 和我们大多数人的正常人行为不一样 为什么有这些人呢 会出现这种心理变态 会出现这种心理疾病 那么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 以及呢 我们怎么去对这样的一些病人 对这样的一些异常行为进行矫正 对这样的一些病人进行治疗 那么这些内容呢 是属于这个变态心理学所研究的 那么第八个人类呢 是生理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那么它呢是探讨个体的行为 以及心理的历程啊 和我们的这个身体 以及生理基础的一些关系的 生理心理学 生理心理学 它主要探讨我们的这个心理历程 以及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心理过程和我们的行为 和我们的身体 以及生理功能的关系 以及生理基础的这种关系 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行为 它在我们的这个生理过程当中 是如何变化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是属于生理心理学 所研究的内容 那么第九个心理学的门类呢 是动物心理学 动物心理学 那么我们不仅要研究正常人的心理学 还要研究异常人的心理学 不仅要研究人的心理学 还要研究动物心理学 那么动物心理学呢 为什么要研究这样的一个学科呢 主要是我们想这样啊 想了解动物的行为变化的原理和原则是什么 那么动物的这样的一种 行为的变化的原理原则 和我们人类的行为变化的原理原则 有没有共同点 我们能不能进行一些比较 能不能根据动物的一些行为的变化 以及变化的原则 以及变化的这种规律 来推断人类行为的变化 以及它的这个过程啊 就是这样的一种规律 就是说能不能从动物的这种研究所得到的结果 来解释我们人类的这种行为 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啊 来看呢 动物心理学的研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非常有意义的 那么第十个研究的门类呢 是实验心理学 实验心理学 那么实验心理学呢 也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科学的研究方法 通过科学的研究手段 对这个个体的行为过程 对个体 对这个动物 包括动物的这样一个行为过程 进行实验研究 进行控制的 进行控制条件下的这样的一种操作 然后来探讨他们的发展变化规律 这样的一门学科 那么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呢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啊 基本上它比较局限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局限在这个感觉 知觉 还有学习 动机 情绪这方面 像个体的变态心理 以及 人格方面 还有社会心理学方面啊 这方面呢 用实验的手段来进行研究呢 现在 基本上都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 不用那种实验室实验 而是用一些这个现场实验 会用一些自然实验啊 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就是比较经典的 传统的实验心理学呢 基本上还是限于研究感知觉的 或者说研究动机情绪 以及学习过程的 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些呢 基本上是从心理学的理论方面 来对心理学进行探讨 来对这个心理现象进行探讨 来推动这个理论建构 这方面来做出的一些研究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现代心理学的门类里面的 第二个方面呢 是关于现代心理学 在各个领域 在我们社会生活的 各个领域方面的应用 是这样的一种 一个门类 那么这方面呢 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 十个门类 就同样的 也把它分为十个门类 就是关于应用心理学 这个学科 应用心理学 那么这个学科呢 就是关于我们心理学 在各个领域当中 社会生活的领域当中的应用的 那么这方面呢 我们也是在后来讲 十个方面 他们分别是教育心理学 咨询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 工业心理学 消费心理学 法律心理学 广告心理学 心理测量学 管理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 这样十个门类 那么我们也是分别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第一个呢 就是教育心理学 那么教育心理学呢 可以说是应用最广的一门学科 是这个心理学当中应用最广的一门学科 那么他呢 主要采取了多个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 主要探讨教育情境当中 就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当中 那么师生之间的互动关系 那么对师生之间的这种互动 比如说老师怎么去影响学生 那么学生的行为呢 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老师 对学生的这个教学行为 那么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当中 就是教育心理学 基本上以这样师生的互动过程 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来探讨我们怎么能够提高 或者说能够让这个师生互动过程 变得更好 更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更有利于教师的教学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们就可以建立很多的这种心理学的理论 然后呢形成了很多的教学模式 然后让我们的教学过程变得更科学 更符合学生的学习这个过程和学习的规律 然后最后呢收到更好的更好的效果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应用最广的一门学课 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处于一种受教育的这种过程 那么第二个应用的门类呢 是咨询经理学 咨询经理学 咨询经理学 那么咨询经理学呢 它主要是帮助那些社会适应有困难的人 或者说生活方面有一些不良影响这样的一些人 那么或者心理异常的人 那么帮助他们来了解自己 通过了解自己 通过对就是通过改变对环境和对他人的不正确的这个认知啊 然后让他们慢慢的解除一些内在的困惑 解除一些内在的这种不良的这种意识和不良的这种观念 最终呢 改变他们那种不好的或者不正常的行为 以及不良的那种态度 最后呢 变得变成一种正常的人 就重新塑造自我吧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心理学也有非常多的这个应用 那么在心理咨询方面啊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学科 就是咨询心理学 这个学科呢 在目前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 在我们一种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的 这样一个现代生活过程当中呢 应用的前景是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啊 那么第三个应用心理学的门类呢 是临床心理学 临床心理学呢 它主要以那个行为异常和心理疾病的患者啊 为研究对象 然后呢 对他们进行心理诊疗 就像看病一样的啊 对他们进行心理诊疗 然后呢 再对他们进行治疗 并且给正常人提出这个心理预防 就是心理卫生保健啊 心理预防 就是这样的一方面的研究 对吧 这样的一方面的研究呢 也运用了大量的心理学的知识 可以说对那个病态心理学呢 做了做了这个治疗的这种工作 它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应用领域啊 对吧 那第四个方面呢 是工业心理学 工业心理学 第四个应用领域 那么工业心理学呢 它主要研究这个工人 也就是说工业从业人员 他们的行为 研究他们的行为 然后呢 获得一些工作心理的一些原理原则 比如说我们研究那个在不同的 这种厂房的安排 或者不同的管理制度下 工人怎么能够提高这种工作效率 他怎么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然后把工作呢 做得更好 像我们厂房的布置啊等等 这方面呢 都是属于工业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 那么这个也是直接运用心理学的一些知识 比如说我们工人对外界环境的这种认知 以及工人的这种行为调控啊 利用这些方面呢 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这是第四个应用领域 那么第五个应用领域呢 是消费心理学 第五个应用领域是消费心理学 消费心理学呢 主要是以社会大众的这种消费行为为研究对象 我们来探讨我们个体啊 每一个这个社会大众 他的消费动机是怎么样的 他的购买行为又是怎么样的 那么最后呢 他的消费决策 比如说他买一个东西啊 总要比较来比较去 然后呢 进行了一些这个信息采集 然后进行了分析以后呢 要最后做出一个决策 比如他们家要买一台电视机 或者他们家买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大件的东西 那么他要搜集信息 最后呢 最后要做出这个决策行为 那么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 人的决策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人的这种 信息的搜集 又是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那么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们心理学对这种消费行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人的消费心理到底是怎么样的 有哪些因素所决定的 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 受着哪些因素的影响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消费心理学所研究的范畴 那么第六个应用领域呢 是法律心理学 这个法律心理学 那么法律心理学呢 也是运用我们心理学的原理 运用心理学的一些原则 然后我们来探究司法过程当中 司法程序当中 那种罪犯 他的犯罪动机是如何的 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样的 那么犯罪的证据是不是可信 犯罪的证据是不是可信 我们能不能根据什么样的证据 根据犯这个罪犯的这种供词啊 去制定或者说去这个 去判定了这种法律 它是否有效 它是否公正 那么研究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是属于法律心理学的研究范畴 它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具体的应用分支 那么第七个应用呢 应用方面的这种分支呢 是广告心理学 广告心理学 那么广告心理学呢 它主要是研究啊 如果把产品的消息 把产品的信息提供给社会大众 就是提供给大家 让大家呢 接受这样的信息 最后呢 顺从我们对他的这种说服 然后让这些大众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消费者 去接受我们传给他的这种信息 让他知道这些信息 最后呢 他决定他的购买行为也好啊 或者说他的观念 以及他的态度啊等等的 这些都是通过广告宣传来进行的 那广告宣传的这个过程呢 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信息沟通 和我们的说服过程 那么这里边呢 它也是关于 就是心理学的一个应用哈 那么第八个应用的这个分支呢 是心理测量学 心理测量学 心理测量学呢 是关于对这个 我们的心理这种品质啊 如何进行衡量 如何进行测定 这样的一份学科 那么它基本上可以说是 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方面呢 是心理测量 比如说我们可以监制 很多心理的两表啊 然后对个体进行测定 通过这种两表 他个体对两表的这种回答呢 我们来鉴定 他的能力水平怎么样 他的个性水平怎么样 他的态度怎么样 他的行为表现怎么样 我们都可以通过这种心理测验啊 然后对个体进行鉴别 进行测试 那么这是心理测量学里边的一个内容 那么心理测量学的另外一个内容呢 是心理统计学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测量所得来的这些东西啊 如何进行统计 如何进行统计 也就是说呢 我们怎么去 获得这样的一种 一种一种模式啊 然后对这种测量到的这种东西进行分析和进行解释 然后用这个模式去进行解释 那么这个呢 就是心理统计学的这个内容 所以说心理测量学和心理统计 可以说是有这个重叠的这样一部分啊 那么心理测量呢 包括了心理统计 它也包括了心理课验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以说是应用了非常多的心理学所研究的 就是理论心理学所探讨的很多的研究结果 以及建构的不同的这种理论 然后我们来编制一些心理科研的工具 然后对这种工具呢 再进行应用 然后对它进行分析和统计 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应用 那么心理测量学现在也是应用的非常广的一门学科 比如说我们在进行人格鉴定的时候 就是人员鉴定啊 比如你要去到一个工作岗位去求职的时候 那么那个公司啊 或者那个工作岗位的领导 就可以对你进行心理测试 然后用这个心理测试的一种成绩来预测 你能不能在将来适应于这个工作岗位 能不能在将来呢 能够在你这个工作岗位里面呢 能工作的更好 所以说心理测量或者说心理的这个测验啊 它主要是在这个方面有所这个应用的哈 那么第九个呢 应用的分支呢 是管理心理学 管理心理学 那么管理心理学它主要的研究内容 就是团体组织当中的人事管理问题 人事管理问题 也就是说 比如说对这个团体当中 或者群体当中 人员的选拔 人员的这种潜力的发挥 潜力的这种挖掘 那么怎么能够获得最大的这种群体效益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人员如何进行调配 群体当中人际关系的这种调试 以及群体的凝集力 它的建立和形成啊 那么关于这方面的这种研究啊 就像团体的工作细效啊 什么的等等 这些方面都是属于管理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 还有管理心理学还探讨我们这个 整个群体当中 对人员的激励 比如说怎么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个体啊 都觉得卷入到这个团体当中 卷入到这个群体当中 这个群体的利益和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 然后我们提高我们的工作绩效 然后最后达成这个团体目标的实践 那么这个过程呢 都是属于管理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 它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比如说研究人际关系的问题 研究这个沟通的问题 这些呢都是从社会心理学这个地方到管理心理学来的 那么第十个应用的分支呢 是健康心理学 健康心理学 这是应用心理学的第十个分支 那么健康心理学呢 它的这个基本的目的是要帮助我们调适我们的生活 帮助我们调适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每个个体呢都预防那些疾病 预防心理的疾病 预防身体的疾病 而且呢让我们能够在 比如说一旦你发生了疾病以后 你怎么能够从这个疾病当中更快的更好的超复过来 然后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社会 更好的去这个适应你的新的工作 那么这个过程呢是属于健康心理学所研究的范畴 让我们每个人都以一种饱满的这种姿态啊 去适应我们的新的生活 那么这个是健康心理学所研究范畴 好我们可以从这个版上的这样的写的这些内容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心理学的研究门类呢 可以说是很多了 从理论的来看 从应用的来看 那么它都有不同的这个门类 那么我们这个所写的这些内容 还是我能概括出来的 那么像除了这十 就是各十个以外啊 这二十个门类以外 实际上心理学的这个门类呢 还有更多的更细的这种分法 那么从这样的上头 我们也可以已经看到了一些 就是现代心理学 它从理论的探讨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非常大进展 有非常这个 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些研究 那么从应用方面也同样啊 它的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 可以说是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 心理学是无孔不入的 在每一个角落 在每一个人的身上 那么我们都需要这个心理学的这些内容 心理学的这个 一个是内容 还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 我们都是离不开对心理学的这个研究的 好 那么这些呢 是我们所讲的第二节的内容 就是关于 心理学的历史发展这个问题 那么从这一节的讲述当中呢 大家应该能够了解了 心理学它的诞生的历史过程 以及 现代心理学的发展的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况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这一节 达到的这个教育的目标 或者教学的目标 我们在这一节里边 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现代心理学 它诞生的历史渊源 以及现代心理学的这个 各家学派的这种状况 以及现代心理学的门类 以及它的研究主题 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么第三节的内容呢 我们要讲的是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我们在前面呢 已经讲过 这个心理学呢 它是一门科学 也就是说呢 它主要是采用了一种系统的 科学的这种可重复的 这样的一些方法 来对我们的这个心理现象啊 进行描述 进行解释 进行预测 和进行控制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当然它要涉及到 非常多的具体的方法 怎么去采用系列的 或者说系统的这种方法 去对我们的心理过程 进行描述 进行解释 进行这个预测 进行控制呢 那么这个里边呢 心理学在这个一百多年的 这个历史 发展历史过程当中呢 它也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 这样的一些研究方法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 要给大家介绍的内容 那么这一节的内容呢 我们主要讲 要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心理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我们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心理学的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一定要 一定要坚持的一些 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 方法论的原则是什么 那么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论原则呢 可以说最基本的有三个 第一个原则 就是客观性原则 客观性原则 那么所谓客观性原则呢 就是我们在进行心理研究的时候 一定要采用客观的方法 和采用科学的客观的研究态度 主要是指这样两点 那么我们所说 我们先来分别来看一下 所说的这种客观的这种方法 就是什么是客观的这种方法呢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过去呢 我们知道在1879年以前吧 或者说在 在这更早一点 在这个古代的这个时期 那么心理学呢 一直长期停留在一种状况下 这种状况呢 就是哲学的思辨 探讨在 就是长期停留在一种哲学的思辨啊 这样的一种 一种这个水平上 那么在这个水平上 进行心理学研究呢 当然就谈不到什么客观 比如说 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的心理过程 那么我们只能是去猜测它 或者只能听这个个体 自己去描述 那么同样的一个心理过程 如果让不同的心理 让不同的个体来进行描述的话 可能描述的就是不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每一个人的描述 都掺杂了他自己的主观意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肯定是不可能是客观的 所以说在十九世纪 应该说十九世纪 这个以前呢 心理学呢 它基本上是处于一个 哲学思辨的时期 那么后来呢 十九世纪以后呢 心理学逐渐的才转向了 用客观的方法来研究心理现象 才转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向上 比如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 那么人们呢 就开始用这个物理学的方法 来研究我们的错觉问题 研究我们的错觉问题 那么在讲到后面啊 感知觉的时候 我们还会讲到这个错觉的问题 那么错觉呢 也就是说我们对外界的世界 对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世界 一些不正确的一种认知过程 一种不正确的这种感知过程 那么就让我们形成了这种错觉 比如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 就是说像这样两条线段 像两条线段 应该说是一样长的 大家在看它是一样长的 但是呢 如果说我们再给它加上这种简单 我们加上这种简单 我们加上这种简单 一个呢 就是朝内的这种简单啊 像下面这一条线段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朝外的简单 那加上这两个简单以后呢 大家现在再来看这两个线段 你会发生什么样的感觉呢 你会觉得 是不是上面的这一条线段 比下面的这一条线段 要显得长一些 那为什么会发现 发生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本来它是一样长的 然后由于旁边的这种不同的 不同的这种加工啊 不同的这种简头呢 就让我们产生了 产生了不同的这种感觉 产生了错觉 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错觉现象 最基本的错觉现象 好 那么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 人们就开始用物理的方法 来研究我们的基本错觉现象 类似于这种错觉 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 错觉现象不仅是这样的一种长短错觉 我们还有大多的 还有很多种 我们在后面会来介绍 那么用物理的方法来研究这样的长短识别 研究这样的一种错觉现象呢 就变得比较客观 而不是说让我们个体呢 主观的去报告 好 你什么样的 嗯 你是怎么进行这个 看这个 看这个现段的 那么在 如果说我们简单的就是问贝士 你是怎么来看这个现段呢 那么在这种状况这样的 贝士可能就有五花八门的描述 那么不同的对视在描述的过程当中 我们肯定就会觉得 它是不客观的 就是说它的表述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就没法总觉它 所以我们通过物理的办法来对它进行研究呢 就一定是较客观的了 那么在六十年代 也就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后呢 那么费希腊 费希腊呢 它呢就发展了一种心理物理法 用这种心理物理法的方法呢 来研究物理刺激和心理现象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我们听到了一种声音啊 这种声音我们对它进行描述的时候 它是声音的这个大小 我们是用分贝来计算的 但是呢 不同分贝的这种声音 反映到我们的心理感受上头来说呢 它的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比如同样都是一个分贝的 就是同样比如说是二十分贝的东西 或者说是几十分贝的东西 那么我们反映呢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这个分贝量呢 它差别比较小 在物理上它已经有了差别 可是我们心理上可能是没有差别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费希腊呢 它就研究了这个物理刺激的变化和心理变化的 这个关系的问题 也就是用心理物理法来研究我们的感知的问题 那么再到后来呢 就是1879年 冯克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 那么从此以后呢 可以说心理学开始进行了心理实验 那么在这以后比较典型的实验 还有1885年 海宾浩斯用系统的方法研究我们的记忆问题 揭示我们的认知过程 它的这样的一些规律 这么后来呢 在近年来 我们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 心理学呢 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这个脑外科手术的技术 用电生理的技术 用一些生化的技术 用计算机模拟的技术 还有这个脑科学的研究等等啊 我们都对这个很多的心理现象啊 进行了探讨 那么这些探讨呢 都是采用了科学的这种方法 也就是说一个人所做的这种研究 我们另外一个人用同样的方法 同样的程序的话 我们可以重复它的研究结果的 那么这种方法就是一种客观的方法 一种可以操作的 可以进行重复的一种方法 那么所谓说客观的原则啊 另外一点呢 就是指我们要用客观的和科学的态度来进行研究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就是坚持 实事求是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或者说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一种态度 那么在这一点里边呢 我想有两点我们需要指出的 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这样的一些事实 对自己的预测无利的这种事实 我们就不选取 那么在这个状况下 它是不对的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是要反对 歪曲事实 伪造科学证据的这样的一种态度 比如在做实验的时候 有时候实验结果可能和我们的预想不太一样 那么我们呢 可能就会很着急 说它为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原因不知道在哪里 那么有些人在这时候就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他就把一些实验数据给改变了 给歪曲了 那么这种方法呢 是非常非常不值得我们提到我们要反对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可以说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所以我们在进行心理学研究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坚持的一个原则呢 就是客观性原则 那么这项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之一